好 你们现在有消息说呢 今年1月23号有人开价 1万美金向台湾的媒体兜售 那么这些亲密的照片 不过在三个月之后才被报道 消息传出之后 很多人认为整起婚外情事件 疑云重重 黄建民婚外情 正创个人形象 然而已经分手 为何事件才爆发 传出原因不单纯 对方人各种方式要求复合 甚至扬言图书媒体 对方以各种方式要求复合 其中包不包含勒索敲诈呢 黄建民他们是不是有被威胁 或者是不是有被勒索 对方是在这个过程 是有一些 是有一些跟我们有沟通一些 有类似那些的内容 黄建民本人没说 然而经纪人的这份话 顶迷是承认的 确实有被对方威胁 而且乔志勤 乔了好久 只是秋心女子一再强调 脸书照片上锁 随身碟也没遗失 照片怎么会外流呢 似乎是刻意把箭头指向 周遭有人 现在经纪人也已经出面说明 就是说 他们有沟通过 他用沟通这两个字 那就代表说有谈过价码 按照社会新闻的角度 第一一定是先谈价码 价码谈不妥 我就跟你玉石俱焚 名嘴认为操控成分多于不小心 直指应该就是秋女本人 主导一切 只是脸书上锁真的有用吗 实际来走一遭 先到首页的右上方 点进去 基本资讯里头 可以点选照片 隐私设定 不过顶多也只能选择 本人浏览 或者是特定朋友浏览而已 根本无法全面防堵 就像脸书创办人 自己不是也被害吗 就是说你不要让人家 知道资讯的一些隐私的东西 就不要放在网络上 网络无怨佛界 当然也就没隐私 主动把王建民的亲密照 po脸书 还说不是故意 如此举动 真的不是别有举行吗 杰特伯伯伯报道